提親那天 你們提親當天吵到要分手啊 對 就直接退婚 真的嗎 也不是賺退婚啦 就是說取消不辦了啦 對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都 比較是年輕人 比較不知道有這麼多的 然後因為我們家是南部人 那我就跟他們說 因為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爸爸媽媽其實很謹慎 他有先問我說 我們提親要準備什麼什麼 等一下 先說你們家是 台南人 台南 那是結婚要遵從古禮的 對 那你們家是 我們家是加拿大 對 加拿大 就是說你是在加拿大念書長大的 所以比較可能就比較 洋派 那這中間會有一些衝突跟磨合嗎 聘經一定要談吧 對 就是例如說 他媽媽就很謹慎說 我們到底要準備什麼什麼之類 我就說我也不知道 我跟你說 我們會請我的大舅舅 然後就是到現場 然後你們就直接對談這樣子 然後可是在談的時候 我們對大舅舅就直接講 然後說我們女方其實也沒有到那麼難 我們很簡單 我們就是 一開始我們就是一定要給她吃餅 女方一定要給她吃餅 給親戚吃餅 對 給親戚吃餅 這就很基本 這是一條錢 這要男方出 對 錢是男方出 我那天也才知道 我以為女方出 所以當天他講說 男方出吃餅的錢的時候 我有嚇一跳 然後後來他就講第二條 但是問題是你們家台南 你們人賣了多少 吃餅要吃幾百張還是... 其實也還好耶 其實也還好 因為就是... 還好啊 後來也沒有吃多少 對 吃餅還好 可是... 然後第二條 重點就是因為我們都不懂 然後第二條 我舅舅就說 那他媽媽要送我一副什麼 金的鏈子什麼之類的 手桌什麼的 然後我媽媽要送他一個金的 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剛剛我不是也講到 吃餅是他們付錢嗎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聽到說 那這樣子他們還要再付什麼 金子什麼的 然後現在金子又很貴 然後我就直接跳出來講 我就說 既然你媽媽要送我 我媽媽要送你 那這樣子互送 就取消啊 那幹嘛浪費錢 然後我就這樣子 然後我舅舅就直接這樣 如果你要這樣子就嫁 那你們要不要乾脆 直接登記就好 然後我想說 就忘了太多話了 對 就覺得說我好像... 然後我馬上就跳出來說 不會啦 那個爸爸媽媽都對我超好的 要去選飯店的時候 多貴他們都說OK這樣子 我就馬上就跳出來說 不會他們其實不是在意這個錢 然後可是後來 後來就只有講到說 什麼聘金6萬什麼嘛 基本的 然後可是我媽媽說 我們不會收聘金 就是只是擺出來這樣 不收聘金 但是要有一個現金擺在 對 現場要給其他的親戚朋友看 對... 就是只是一個這種 其實不做也是OK啦 然後可是後來因為他媽媽 不知道是因為太緊張 還是怎樣 他就一直拉著我 然後一直跟我講說 就簡單就好 簡單就好 誰拉著你說簡單就好 他媽媽媽 對 婆婆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蛤 我前面已經都被我舅舅這樣子講了 然後後來就是又下車 又要去開車的時候 媽媽就在後面說 對嘛 我就說很簡單就好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整個就覺得 就是... 對 我就有點不舒服 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們會想要簡單 我們也沒有想要多花你們的錢 那我們也沒有要拿聘金 什麼都沒有 我們不是在嫁女兒 可是這個提親的時候 好像你們也要做出一個表面 例如說 謝謝你們吧 女兒養得這麼好 然後我們會好好照顧她 應該是講這些比較 比較照顧我的話 而不是在乎說 你們簡單辦就好 所以我那時候就感覺 我檢查就覺得說 我們沒有想要 佔你們便宜 可是你是不是應該 不一樣的那個反應 然後我那時候當下我就覺得說 我有這麼不值嗎 拜託 娶到我耶 然後我就自己在那邊 自我感覺良好這樣 然後我就當下我就說 回去我就跟我媽說 不要辦了 不值得 我就直接講了 然後我媽就說 你不可以這樣啦 那是怎樣什麼的 我媽說沒問題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 其實她媽媽 她們是當下她們是不懂 她們不知道怎麼做 對 然後她們因為真的是 因為妳這個遵行鼓勵 很多是要儀式感 很多都擺出來 而且不是妳們兩邊家庭 那有其他三姑六婆親生 被親生過五十 但是大家會 弟弟祖族 其實你們沒有 你要跟她講說 我們台南的禮儀就是這樣 就做一個表面大家看 然後她說的簡單 其實她也不是說 就不要這些 她的意思只是說 她們不知道怎麼弄 那到時候的話 就是可能麻煩我們 那就簡單一點點 不要讓她太難記 或是太難什麼 她的簡單是這個意思 不是她不願意這麼做 是 對 所以就是一個 一誤會 溝通上的問題 對 結果說妳 宜克拉傳記也自己先買單 我就當下我就直接跟她講說 因為我們那天就是 剛好就訂了那個伊克拉 然後我就直接說 我不嫁了 然後那個傳記我自己買 然後隔天我就自己 去把它付掉這樣子 這樣有價值 那妳 對啊 妳已經說不嫁了 妳傳記自己買單 那後面怎麼收拾 後來我們就真的分手 然後分了好幾個月 三四個月 真的就不辦 然後飯店也退掉 那後來怎麼和好了 我們現場直播 好多觀眾一直回應 現在一直打字上來 現在怎麼和好 對啊 妳們分手 不辦了之後 對 然後後來就是 我的好姐妹 因為那時候真的是 很沮喪很沮喪 因為都覺得說 我人生終於就是要 完成這個夢想 要去結婚 然後要生小孩 結果居然到最後這一刻 還是這樣 然後那時候真的很絕望 然後我的好閨蜜 剛好是就是在教會 然後跟王瞳 還有艾成他們 然後就問我說 那妳要不要一起去聽聽詩歌 這樣 然後我想說也好啦 去聽聽轉化一下 雖然我們不是基督徒 但是就覺得說 聽到那個詩歌的感覺 是很正面的 然後可不可以增加一點 轉化一下能量 對 能量這樣子 然後結果他就 艾成就跟我們講了很多 一些典型文的話 他就說 然後剛好我就說 那妳要不要一起去 不知道是 因為求婚 我有一個 我那個好姐妹要被求婚 所以他是邀請她跟我一起去 因為我們都是認識那個好姐妹 所以我們其實是 就是被cue去那個地方 然後剛好看到艾成 然後艾成就跟我們講說 我跟你講 你們兩個一定緣分很深的 你想想看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為什麼就是你跟他 然後還糾纏了九年那麼久 然後都分不開 你們的緣分一定很深 你們一定有需要要磨的地方 那你們還這樣子糾纏那麼久 你不覺得應該感恩嗎 對 就是類似這樣子 然後過兩天就發生那個事情了 他跟我們講完這些話完之後 過兩天就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因為我很瞭解的 看到王瞳跟艾成他們的感情 他們的愛 然後就覺得他們那麼地相愛 可是他們現在卻沒有辦法在一起 那我們到底要糾結什麼 還有什麼好糾結的 應該是要珍惜對方 珍惜彼此可以相處的時間 是 那這個道理都有了 也都懂了 那這個台階怎麼下 你前面已經很帥氣的都退了 因為鑽界也自己買單了 所有的帥氣的戲都給你演完了 那你現在自己怎麼下台階 因為他也是沒有放棄 他一直想要還是想要 我們就在教會聽詩歌的時候 然後我就還是比較主動一點 我譬如說可能唱到什麼激動的地方 我就拉著他手 對 他就 他就也是拉著我手 就交給我了 然後你們還是結婚吧 叫他哭呀 叫他哭呀 交給我吧 然後旁邊的 然後我的 對 我那個時候還很多白眼 我想說 就是 對 他就是很 他就要跟我肢體結束 他就覺得這樣就很好了 這樣子 所以真的就很好了 我們中間還是有 滿長一段時間 後來還是一樣 因為吃 就是帶他去吃東西 他就結束之後 他教會結束說 你吃了沒有 你要不要去吃什麼 你下夜市 我本來一開始跟他說 我說我不要 因為我知道又是老招 然後我就跟他說我不要 然後後來是我那個閨蜜 就跟我講說 我覺得你們 是不是應該要再好好聊一聊 因為那一次也是一個很巧合 他就不知道為什麼 腦海中一直出現一個東西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是 反正就是一個小巧合 就是我就說 我本來說我不要 然後我不要之後 我那個閨蜜在車上跟我講說 你們要不要真的好好聊一聊 然後我在想說 好啦 那不然聊一下好了 雖然我知道他應該又是用 老掉牙的方式又要和好之類的 然後我就想說 不行我們一定要先解決 我們兩個之間的溝通問題 然後反正重點他就跟我講說 然後我就跟他約在哪個地方 然後是因為我先載我姐妹回家 然後就去到那個地方 然後可是那個地方又是 其實我又跟他說 要繞一下停車場 然後就繞到一個地方之後 我就跟他說在這裡 然後他就說 天啊 我剛剛在禱告會的時候 我的腦海中一直出現這一家涼麵 可是我忘記那家涼麵叫什麼名字 然後後來我跟他約的 就是在那個涼麵店 所以他就覺得說 天啊 我們可能就是 你知道有一些 就是有涼麵的結緣 涼麵的結緣 然後可能又聊開了 就沒事這樣 反正姻緣總是不會斷 還是要塞子 我們每次要放飯也是吃涼麵的 對不對 我們今天也吃涼麵 各位 好好喔 太好了 好有福報喔 好期待 碰到一個這麼會包容你的人 來 我們請教一下 周英俊老師 什麼手面向的男人 比較會包容另一半呢 到底是哪樣的男生 是會包容你的另一半 你的老婆太太的 來 我們來看看 譬如說印堂比較開闊 耳垂比較厚大的人 他就是寬容雅亮 豪爽包容 他心胸會比較寬闊一點點 他也比較大方 比較成熟穩定 性格比較寬容 有比較真誠比較大度一點點 所以有些時候他 對待老婆來講的話 他不會 就是對待你的另一半 不會變來變去 有時候說這樣子 有時候說那樣子 不會變來變去 也不會去計較說 你到底付出的多少 我付出的比較多 你付出的比較少 會去天平去蹭這些東西 他是不會的 反正就是一昧的付出 這樣子的男生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老公 所以他是會包容另一半的 這樣子的面相 來 我們來看看第二個 他就是 鼻大肉多 鼻孔也大 那鼻大肉多的人 其實是在財方面的相當不錯 那鼻孔大的話 他其實是寬容啞亮的 他就是 能夠綜藝大器 不計小節 尤其是在金錢方面 就是你要就給你 不會說 你剛才 我們什麼要出 大家都出多少 所以說你們剛剛在說 那個什麼 金錢上面 就是不要那麼麻煩 就簡單就好 其實那個真的是一個誤解 因為可能他媽媽的意思是說 不要這樣一大堆的那樣 那你就說一個數字 記記我打你 那現在人都是這樣子 我就打你 譬如說三十萬 五十萬 我就打你 因為他不在意這個錢 同樣的道理 他也不會去在意這個錢 因為就是 他是屬於鼻大肉多的人 鼻孔其實也大 他的鼻子 剛剛你現在說說看 捏捏看 鼻子不只大 還有看他是軟的還是硬的 捏捏看 軟的 然後是 軟中帶肉的還是 有肉的 有肉的 對 有肉 有錢的 所以說這種人就是 比較不會計較小潔 所以有些時候 偶爾 偶爾女生 稍微殺波一下 他其實也可以接受的 所以相當不錯 這也是一個 好男生的代表 來 我們來看看 嘴大齒大 嘴角有一點點的 上翹的這種人 就是慷慨爽然 就是溫順柔和 其實就像這種人 因為如果說 那個嘴巴是 嘴大齒大的人 這種人 其實真的是 不會跟你計較 那小事小結的 不是那個 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他其實什麼事情 都會很開朗很好 而且又是 屬於說走到哪裡 都是屬於 大辣辣的人 再來就是 嘴角上翹 這種人 他的個性方面 其實是比較 寬容一點點 而且不會就是 常常就計較 你說了什麼小細節 他就一直記住 所以說不會是這樣子 不會把老婆以前的 譬如說你以前 犯過什麼錯 老是拿來嘴巴裡面講 常常在把你剪菜 這樣子也很糟糕 所以是不會這樣子的人 像這種人 其實就是有時候 相當的溫柔 相當的柔順 而且也很慷慨 也很大方 所以這種人 你真的跟他相處在一起 他其實是不會去 不會去苛責另一半 他是會包容另一半的人 所以這都是屬於 會包容另一半的人